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四川省雅安市山洪暴发 造成最少8死12伤 仍然有人失踪 有内地传媒引述村民说 事发前曾经获安排疏散战备 但部分人回到村里面 由高空可见 四川雅安新华村经历山洪暴发之后 一片褪缓拜瓦 河流两岸多处受损 大型机械陆续混底 加紧清理道路以便守救 过千名救援人员去到受灾的村落 由于地势 他们要接力将北边行动的村民 和长者逐一背下山 初步排查 有三十余人失联 四十余处房屋 六十余公里道路受损 截止二十日二十二时 发现遇难者遗体八具 其中五具遗体 经身份比对为失联人员 通讯服务未完全恢复之前 当局出动无人机了解灾情 又在无人机榜上纸条和村民联络 了解他们的情况 又将物资运送给他们 内地传媒报导 星期六凌晨山洪暴发之前 新华村曾经连续下了个几钟的暴雨 报导引述村民说 村里面的干部在山洪暴发之前 已经安排他们 去到距离河流几百米的快器学校站被 但部分人因为不习惯而回到村里面 加上事发的时候不少人正在睡觉 所以未及走避 经过抢收之后 当地道路和通讯部分恢复 雅安市政府说 将会把握72小时黄金救援期 持续搜救和排查灾情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导 神舟18号航天员 月初完成第二次出仓活动之后 继续进行多项科学实验 上星期都与地面科研人员合作 无以太空站遭到太空碎片撞击时候的 紧急处置 神舟18号三名航天员 进驻太空近三个月 期间完成多项科学实验 央视报导 神舟18为了进行其他后续实验 最近已经更换无容器柜 以及楼体物理柜的实验样本 三名航天员上星期 也都与地面科研人员合作 无以太空站因为遭到太空碎片撞击 面临内部失压 航天员留意到太空站出现警报之后 随即戴上面罩 寻找泄楼孔的位置 地面就负责配合航天员 协助堵塞泄楼孔 航天部门说 神舟18完成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的整个流程 巩固了航天员应急处置 与各个单位协同配合的能力 除此之外 航天员近日也都完成填写心境状态 情绪状态等的问卷和测试 地面科研人员将会根据结果 评估航天员的情绪状态 从而了解载人飞行任务期间 航天员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 以及中长期飞航对航天员产生的影响 神舟18号今年4月升空之后 先后完成两次出舱活动 分别历时近8个半钟和大约6个半钟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披露 当局对国际月球科研站等 深空探测项目的最新规划 也说现时行星探测以火星为重点 中国会争取成为全球第一个从火星彩阳返回的国家 内地近年积极推进深空探测技术 上个月完成人类第一次由月球背面 采集并且带回土壤样本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就披露 2049年前深空探测项目将会集中在月球探测 行星探测重型运载火箭研制 其中行星探测会以火星为重 并且争取在创全球第一次 至于国际月球科研站 吴伟仁说预计2035年前建成基本设施 再用10年左右完成托展 又说中国乐意展开国际航天合作 新兴的金砖国家 以及美西方 我们不成为任何隔离或者是牌子 我想我们的原则就是共享 数据共享成果共享 我们共商共建共享 吴伟仁说计划同50个国家5000名国外科研人员 合作建造国际月球科研站 目前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签署协议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导 陕西省高速公路堵塔事故 至少12人死亡 几十人失踪 国家水利部已经要求关闭事发位置上游所有水库 以便搜救失踪者 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二天 倒嵐路段下方的河道水位正逐步下降 但水流仍然很急 随着水位下降 搜救人员已经确定部分跌了落河的车 他们的具体位置 其中河道下游 上午已经再发现三架车 消防员会配合乖人 尝试进入车厂内部搜索 而大量责物堆积在未受损的桥等 令到桥承受的压力加剧 当局已经安排大型机械加近清理 参与搜救的 除了官方派出的救援人员 也都包括事发位置附近的村民 54岁的钟云杰 就是其中一位由村民救起的伤者 他当时抱着河边三十多米 峭壁上的一块大石 刚刚被元老搜救的村民发现 现场搜救行动仍然持续 但央视引述相关部门说难度非常大 目前正是对未受影响的桥 进行安全检测 希望可以尽快恢复痛斥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内地科研团队 在微型无人机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成功研发一款重大约4克的微型太阳能无人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研团队 研发出只有4.21克重 和手掌差不多大的微型太阳能无人机 在太阳底下就可以实现持续飞行 团队说太阳能无人机一般是中字大型 但难以应用到微型无人机上 他们最终由日常生活里面 拿到灵感解决这个问题 团队期望这款无人机 未来可以实现长航时飞行 未来更加有望应用到更多方面 未来可以把这种微型飞行器 应用于我们的勘探搜救的活动当中 然后实现一个信息的交互 这项成果上个星期 已经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上发表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道 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